你看真正 等于就是你作为一个病人 现在实际上你的先生 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的人 对 他特别老实 他从精神上这方面 也不能给你特别大的支持 他只是照顾你付账单 对了 他要不付账单 那就完了 他不能做你的声音 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为我做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我们开始天天吵架 当然 因为你 我的性格就开始变了 他呢不理解我 我说我头痛 我说你帮我倒完水泳的时候 他都不帮你倒 他不理解这个痛 然后腿也麻 也痛 像针刺 就像电击似的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拿那针扎你一下 在哪里 也许是屁股 也许是五方 也许是脑袋 就是那个电击精神痛 那就是这两年 那等于是你的律师一直想让你close这个case 你没有close这个case 一直 对 他现在没有签这个字 我是今年3月份开始吧 因为啥 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 yes 就在这三年当中呢 我看病花了 我不知道我花了具体多少钱 那个就是保险公司呢 对 我跟你说我的工资的事情 工资没有了 然后呢 你之前一个月工资 你是两周一直发 两个星期 两周一发 你之前是多少 两个星期800块钱 一个月1600 哦 每月 每月1600左右 对 也就是这些钱 两个星期发一次 然后你现在有两年没工作了 两年没工作 保险公司付给了我2万块钱 就是你的保险公司 我的保险公司付的 State Farm给的 因为啥呢 他 我先后来就没有办法 就是律师告诉启动我的保险 他说启动我的保险 不然你没发生火 对 我没有办法生火 我还要付账单呢 是的 对吧 然后就是实际上就给了两万钱 然后加上那个 两万块钱 加上那个 后来就是 就是前几天 三月份吧 四月份 又给了三万 就是我有一些账单 这些可能是加到一起 三万块钱 一共三万块钱 然后又补了一万是吧 不是 这又三万 这是五万块钱 三万 OK 对 这是五万一共 对 可是呢 那个工资两万我拿到手了 他是分了三次给我的 对 这个三万呢 是五月份吧 是几年 三四月份吧 这两万是等于是你的工资 工资补偿 工资补偿 然后补的这三万是啥呢 律师不拿钱 是我的手机赚坏了 手机不偿 对手机赚坏了 赔我一个手 这是新给的手机 买了一个手机 花一千五 然后可能就是 我有一些账单 账单 别的费用可能 也就是一 我看病去 我都那个什么 我都坐巴士 因为我坐小车 我害怕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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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害怕 他一急刹车的时候 我都手脚发凉 我都特别害怕 我就几乎坐大车 OK 基本上是这样 对 坐大车 我能感觉安全一些 对 然后 给这个三万块钱 每期 我还以为三万块钱 都是给我的补偿 这个 律师拿走了 一万三千多 律师拿走 一万三千多 然后更可气的是 保险公司 应该是医疗保险公司 是Medicare可能是 我老公看电视 老年公寓 对 而且那声可大了 电视开的声音太大了 我妈说 那你的妈妈和你的丈夫 在 就是对这件事 对你现在这件事 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还是他们在哪方 我妈知道一些我的情况 可是他那么大年纪 我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 你基本上都不想告诉他 我就是 一生气 一发脾气 我只能对我老公 对他来 我就冲他来 他怎么看来现在 他就不知声 他就是不知声 不知声 他的意思就说 你就是这种情况 就听律师的 可是我说 我不能 蒙受不白之缘 对不对 警察的检测报告 错误了 你从来没有想过 换律师什么的 想过 没切 但是你 可是呢 不知道相信谁 我不知道相信谁 我的英语不是太好的 你知道的 然后呢 我也找不到合适的律师 我让他上网上找 他说 你就听这个律师就可以 他就一直让我听他 然后就是 少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 对了 就是那个意思 他就是 打特别小的那种人 就什么事情 吃不过 如果要是现在 如果能够让你 再回到两年后 就是重新 重新那个 就是 回到两年后 事故发生 两年之前 两年之前 对 你有什么不同的 你会有什么不同的 采取不同 不同的 措施 我真是想回到从前 如果你回到从前 你会有什么不同的 我是健康的 正常的生活 每天都是快乐的生活 我知道 如果说回到以前 你有什么觉得 要改的 比如说 你找律师 你要 或者是你应该 通过一个什么 你会有什么不同的 我希望 我能 真想 如果能碰到 好多律师 我真是希望 改一个律师 改变一个律师 然后呢 能解 理解我的人 警察错误的报告 对我打击 是非常大的 你没想过求助华人 因为民主有四万多华人在这里 华人团体没有 因为你跟他们没有什么接触 是吧 是的 因为我问了几个人 因为即使你不知道的话 可能求助这个华人团体 有可能会 我怕给人添麻烦 你总是怕 我就是怕给人添麻烦 所以到今天这种程度 那他对方的这个保险功能 你的state farmer 看来还是 最起码他还是比较积极的 然后那个对方的那边 保险公司跟你联系过吗 还是任何 对方保险公司 叫 Lifeability吧 OK Lifeability好像是吧 他每天都 只想想起那个保险公司 他们那边没有做任何积极的反应 他们没有 因为律师不让我跟保险公司沟通 全是他跟保险公司沟通 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后来我找了 当时那个警察 他只是问了路人 他跟你有没有 有录像 有 我当时站的那个位置 就是我出车祸最近的位置 我跟他谈话的地方 有没有录像 有啊 他有啊 他有录像 OK 后来我自己去找警察去了 因为我跟律师申请了 他怎么 他怎么有录像呢 就是 他当时问我 时候有录像 有 有录像 他那个地方有录像 正好 他身上带着摄像头 他带摄像头 他问我了 问我了一些问题 OK 对他问我了 实际上要现在 把那个录像调出来 我估计肯定有一些线索 OK Yes 可是我去了 我说你可不可以 给我看你的录像 他不给我看 他没给你 OK 这个事给律师说 没关系 我跟我的律师说 我说你可不可以 跟警察沟通 让他改变他的地图 错误的位置 Yes 他说他 这个不重要 我说怎么不重要 你说我的case是50% 不就是看他的结果 你才下这个定义的吗 对不对 他不去 他死活他不去 我就自己去找警察去了 所以等于警察没有说事实 就是说他可能 不是说他故意没说事实 就是说有出处还是 因为当时出车祸之后呢 那个人马上动了车了 然后当时看的人 可能也有一点 当时放车的时候 或者是一开始 前15分的时候 旁边没有人 是的 没有人 你会是有机器的 然后呢 我记着 你的voice没有出来 对 对 也就是说警察没有 给你足够的这个耐心 没有 帮助在这方面 没有 没有 没错 然后他态度还一点都不好 态度还不好 态度就 就好像是我 把车创了 是那种感觉 就好像我是犯罪分子 怎么 我还写字 你怎么对我这个态度 我当时 可是我非常痛 而且你当时 我就无所谓了 你就不好不好吧 反正是我也这样了 你上婚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呦 我这是非常热爱生活 非常浪漫的一个人 我就喜欢艺术品 喜欢这些花草 我家年年我都买花 然后我喜欢这些手工艺的这些 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一个人 可是因为他说有些有医生证明我是骗病 骗保险公司钱 就这么的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非常生气 我就说 我去跟谁说 跟我老公解释 我说我 他那个说我是骗他 我说你知道的 我这像针刺似的 一会扎你一下 一会扎你一下 我说我骗你了吗 一开始手里没有劲 脚也没劲 四肢无力 我说我骗你了吗 我哪个是骗的 你现在对美国警察怎么看 我认为有些警察跟医生是一样的 有些警察非常好 有一些警察像我遇到这个警察不好 律师也不是太为我尽力的 对 所以说警察也是这样 然后又碰到一个不好的医生 那个医生在以丹娜 我是个男的俄罗斯人 就说这话又说说这个医生 我去治病我还对他挺好的 他给我测 我说我手没劲 你可以换换换 这些人都可以换 你知道吗 我换了 你说说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呢 在以丹娜 俄罗斯人 就是治那个 我不神经痛吗 脑子囊 这个我已经治了 我是一年以后才去看 大半年了可能是 然后呢 我真刺的痛啊 这个医生说 那你怎么办 他就给我 Apple Valley那个女医生可好了 Apple Valley 对 他就给我推荐到那个 伊丹娜去了 有没有店 有店 OK 推荐到伊丹娜 然后我这部去看他 第一次呢 看完了以后呢 然后也没说啥 他说那个 给我开一些好像是治疗疼痛的药 我就吃了 吃了以后 然后美国的药吃完了 天旋地转的 我吃了一段时间 我一看不行 我吃完了这个药 我本来就有胃酸 然后呢 我就后来把那个药也停了 停了以后呢 我的手 他那些药根本手麻脚麻四肢无力一点效果 就是这个医生吧 然后呢 对 第一次呢 他还挺好的 然后我后来还是 那还是四肢无力 而且不管用他那药 对呀 那药不是效果不好 我是手脚麻呀 你就告诉他了 他不开心了 我第二次告诉他了 我就去 我第二次去见他 他就不高兴了 他就这个意思 我给你开药不好使 然后呢 你还是 那意思装病 手脚麻没劲 好像是我装病似的 就那个意思 然后 他说你不是脑震荡 当时我就傻了 我说我已经治疗一年脑震荡 你怎么说我不是脑震荡呢 对不对 然后都给我 当时我就去 气瘫到那了 哭的都不行了 实际上那时候 就是抑郁症的开始了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就呢 到他前台 我说你把你家经理的 那个电话给我 他说我们经理会跟你联系 跟你打电话 我等了一个月 没有电话 等了两个月没有电话 我就把电话打到 他们那个 Fairial Hospital神经科去了 然后呢 我打过这电话 一个女的告诉我 我们那个需要那个了解情况 调查一下 然后呢 给你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我打了两三次电话 我等了两 快一年半快两年了 没有人 Fairial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然后呢 我当时这个医生 我要没说错 可能就是他给我下的结论 说我是装病 估计是这个人 应该是他 因为所有的医生都非常好 都挺好的 所以我说我手麻脚麻 我说我该怎么办 后来他在他那发生情况 他说我不是脑震荡 我说我怎么就不是脑震荡呢 我说我头痛恶心 然后失去记忆 不是脑震荡吗 他说也许是 你说这个俄罗斯医生 他说也许是 我说我不是 一个医生给我下的定论 是脑震荡 我说怎么到 你这就不是 后来从他那以后 我再也没去看他 我跟他吵起来了后来 你为什么没有 当时没有 就是经历这么多事 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事的话 你总没有想过 因为明珠这么多的华人团体 什么华柱中心 你总没有想过 先说一下 你对华人的总体印象 为什么没有想过去求助他们 我有一个朋友叫李怡 你知道吧 知道 你知道他 他给我曾经翻译过一次 然后呢 他告诉我 你这种情况 你也没创死 脑子那无所谓 他的意见 你有自行车坏了吧 把自行车赔给你 医疗费给你报销 拉倒了 我说那以后我要摊到床上怎么办 你不会的 他就这样想 我说万一发生呢 对不对 我说我老公都 他美国人他不会管你的 知道吧 OK 所以你都当然不会 你就对华人他们比较失望 对了 就是这样的 我就没有跟谁 另外我还想 我是个 我这个人也就是这样 我每次跟你说实在的 我不愿意跟人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不希望给别人带来痛苦 分担我的痛苦 我希望我分享给别人的是快乐 是开心 是高兴的事情 我这个 我把我的事情跟医生说完了 我说对不起 我又给你带来痛苦了 我说我不想这样做 我说可是我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病在这 我问那个Apple Valley的医生 医生说 我说哪块有问题 我这手脚麻 我说这个怎么办 他说 他也 他说 美国人这个 治疗的很少 他说也许你有机会 你可以回中国去看了 然后 我又去 没有clinic 没办法 手脚还是麻 我去梅澳的医生 对 梅澳的医生呢 他也不会治 他给我推荐了一个韩国医生 这韩国医生呢 也告诉我 你最好回中国看 这又出事了 我这个 我回中国看 我都没 两年没上班了 美琪我哪有钱呢 保险公司 他给我点钱 我这两年我也花差不多 另外我每个月 我要自己付账单的 对 我还要买一些生活费 一些穿的带的 对吧 我也需要花钱 然后 我就写email给我的律师 我说我 你要这样的话 我说我需要钱回中国看病 我说这是我的要求 我没工作了 我说我怎么办呢 我这一个email 他又说我了 你这个 骗钱 管保险公司 他就那 他都没说骗钱 他就那个 他给我写个email 就是那个意思 你要管保险公司要钱 就那个意思 就好像我又 又要跟保险公司骗钱 就那个意思 他那口气 等我email 我都有 你都可以看的 都发给我 对 然后我就想 我说这个email 好像我看不太懂 可是我觉得 好像有点不对劲 他的口气 好像我又 从保险公司要钱 好像是骗的钱似的 那种感觉 我说怎么会给他 这种感觉呢 然后我就 我就不敢 继续往下进行 我的这个案子了 就 好 现在 我们就 今天就先聊在这 你觉得还好吗 我还可以 OK 你要累了 你可以 我不累 我怕你累 我还可以 我就是腿麻 我就站时间长 现在是腿什么情况 手脚麻 麻吧 然后呢 腿 腿特别难受 有时候发胀 有时候发烧 你给我发现 那个照片还轻着 还有那个伤 那是之前的 就是之前 而且我就是 我记得我拍了 整个腿都是黑色的 屁股黑 现在就做时间长 这屁股都是黑的 上厕所时间长了 腿整个站起来 就不好吃的 好了 好 可是 这些保险公司 没有赔偿 后遗症 什么都没有赔偿 好 就对三万九千块钱 好 然后呢 我的律师说 他能给我做到 五万到七万五 我有email 都可以给你 所以 他有一些事情 我就只是说的 这些是一部分 美其 不是说的很多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 你觉得重要的 我就是 一年以后的一天 我瘫在车上了 一年以后 我不知道为啥这么巧 我就是感觉 我有点问题那天 那天我是去 去Apple Valley 去逛超市去买菜 然后呢 我就坐Bus回家 我就一个小时之前 我跟我老公通话 我说我必须回家 我就感觉我不得劲 我自己就有种感觉 我有点什么事情 我自己有感觉 我就觉得不好 我说我必须回家 我说我必须回家 我一小时之前 我就跟我老公打电话 他那时候是在工作 他说那你就回家吧 我说我坐车 坐Apple Valley车回家 我上了车以后 我那时候手 就一点没有知觉了 我就坐到那车上 我应该是到我家 这块下车 然后呢 我下不了车 到医院了 可是我能说 我说 我说你必须停车 我发生意外了 我说我手脚都不好使了 那是正好是 一年以后的同一天 我不知道 就这么巧 一年以后同一天 我这个有记忆 而且我手脚不好 一年以后 相同的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最惊人的巧合 我就坐车回家 然后我就跟 摊在车上了 我说我想站起来 我的腿 我的手 一点劲儿 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我就跟那司机说 5月24号 对 没错 我说你可不可以 时间也是那个时间 也是下午三点 也是下午两点多 那天好像是 也是几乎是那个时间 几乎是那个时间 好像就是那个 还是那个时间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 就不是在那个地点 就是在车上了 然后我就跟那司机说 我说你 挂911吧 我说我走不了了 车上还有两个男的 他说我们必须得 他们要坐车 可能有急事 他说必须离开 我说可是对不起 我说我只能是说 我当时是 可能是 就是嘴 说不出话了 而且 木 就是麻木 可是我能说出来一些 他们能听懂 我说我要救护车 我说我要打911 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打911 我说我一年之前 我让车创了 我说我现在是不能动了 我说 I can't move 我就是这样 我就在车上 踏到那车上了 然后后来那个女的就把那个 911架来了 叫来了 叫来了可能是十几分钟 因为毕竟离就在 也是在我家这块 Fairville Hospital 离子很近的 然后他们就好像把我拖到车上去了 就把我拖到车上 拖车上我就没有知觉了 我就不知道了自己怎么了 不知道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 可能已经晚上了 好几个小时以后了 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以后 那时候我看标 好像是六点多钟了吧 那就是已经好几个小时以后了 然后我就睁眼 我看我老公 我说发生什么了 我就问他 他说你晕在车上了 我说我没回家吗 我记得我在家里 我说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一睁眼一看 我说这是急诊室啊 这不是我家呀 我说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然后过后了 我醒了 醒了以后 然后我好像想起了 我坐车回家来着 然后我就在车上 就不知道什么事情了 就没有知觉 没有感觉了 过了晚上半夜了 医生看我醒了 低了当当的腿 带我下地转两圈 他说你可以回家吗 我说我能支撑起 老公扶着我就能支撑起来了 那时候 那毕竟是七八九个小时了 已经 然后就搁那个医院 转了两圈 他一看我 好像是死不了了 可能就这样 他就半夜了 因为我老公第二天 还要上班告诉医生 他说你可以回家休息 躺在床上 就这样 我老公半夜了 把我那个拖回家来了 就那个时候 我可以慢慢挪 一点点挪 就他架着我 就给架回来了 就那次 那是一次 然后呢 还发生了 就是去年的十月七号 对 也快一年了 我又在医院去按摩的时候 手脚又不好使了 就当时就 也是就跟那个 那个情况差不多啊 就在医院 他给我按摩的 他说我没有做任何事情 那医生吓坏了 当时 又是 哎呀就这样的事的 什么一点感觉又没有了 然后那医生 医生说 我再给你按摩 我什么都没有给你做呀 只是按摩腿 他吓坏了 他吓坏了 他可以证明这些 对呀 他可以证明 他叫 Heather 他是个非常好的医生 他给我按摩了好几次 就那次 他就可以证明 然后他说 我该怎么办 我说 你给我老公打电话吧 我说 我死不了 我就告诉他 我说 也许过几个小时 就会恢复的 这个事情发生了两次 是 第一次是一年以后发生的 第二次好像也是 第二次是多次 也是十月份发生的 那个是 是几个月以后 我那是 现在是两年多 也是一年多以后发生的 好像是又发生了一次 然后 这一次呢 我今后我就知道 一旦有这种情况 后来有过几次 这种 就四肢马上就无力了 就瘫得这 经常就这样 现在手就挺软的 腿就麻的 然后呢 我就知道 我不去外边了 我就在家里 或者我再躺在床上 就过几个小时以后 就好多了 对 他就好多了 就需要休息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脑神经 怎么会给出这种信号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我跟你说 我是一个职业催眠师 我是一个催眠师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有一个顾客 我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来访者 他是二十年前 然后二十年前呢 他开飞机在那个天上 掉下来 飞机掉下来了 睡着了 那飞机出问题了 飞机出问题了 掉下来之后 他跟你有完全一样的情况 所以 完全一样 我我我我 四肢无力了 no 就是后来他 他那个脚啊 那个整个断了 人家那个脚断了 后来他现在可以走路 现在可以走路 ok 然后呢 你要回到回到你 等你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我要可以带你回到那个过去 然后重新让你走一遍 然后从那里走出来 也就是说有一个 怎么说呢 如果你相信这个的话 就是我相信 有一个魂丢在那里了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还是在那个地方 有的时候他会 我相信这个 这个我绝对相信 因为发生事情以后 我半夜做梦 给我都吓醒了 那个警察就在我床边拿枪 想打死我 真的 我做梦 我说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就知道 警察要害死我 他给我的错误报告 已经说明问题了 这警察绝对是想害死我 这是一个事情 我就过了不长时间 我就开始 我跟我家做饭 做做饭我就觉得 后面有人 我就特别害怕 因为你 对 然后呢 做做饭就有人 跟我要东西 我说谁跟我要东西 我说给你 我一看啥也没有 我就跟家做饭 他说你把那给我 我说啥呀 我说 我一睁眼一看也没人 幻听幻觉 幻看 我说也没有人 我说挺奇怪 然后有时候看见 耗子在脚底下 蹭下穿过去了 我再仔细瞅一瞅 也没有耗子 然后我说 怎么会看见这些东西呢 然后我跟医生说 我说真的好奇怪 然后我说 那个 然后后来发生了好几次 我就不好在哪儿 美琪 我的伤痛 她的能看到 我的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所以她说我是骗子 有经历过的人 对了 我跟你说 你相信 如果你没经历过 美琪 你可能都以为我在说话 我经历过 我都是听不懂 因为有些事情 你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 对不对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 知道吗 我跟你说 我是信佛的 我有慧根 有些事情我是知道的 我是逢六就有问题发生 要么好事 要么坏事 对 我36岁那年 我家走了三个人 就那一年发生了 36岁 那年就对我打击挺大 我爸爸那年 他也是那年走的 然后呢 我在这医院工作 整六年 整六年发生的车祸 就不让我再干了 你看 就是我命运当中 我六岁榨根 26岁我开始做买卖 开始起家的 全是六 然后整六年 离开这个医院 这么好的工作 让我失去了 所以说 每个人 就是情况是不一样的 你有些人相信这些 有些人不相信这些 他经历过 他就相信 你没经历过 你不相信 我经历过一些这些事情 所以我相信 我在两个汽车之间 骑自行车 把我夹到中间 我没死 你相信吗 相信 两个大卡 大那个 就是在哈尔滨的时候 两个大车 就把我车的把都几瘪了 我咋没咋地 你看看 只是求一个真相 我没有撒谎 我知道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就应该理解 所以我要 能认识你 可能就是天意 有人在帮助我 美其 真的 我就是这样 也可以 我就是这样想的 医生要不行的话 就换医生 我 我用死证明 我是清白的 不可以吗 No 对不对 不要想这个死 要我也不吃 我钱 然后我不要你一分钱 以后从此 不要提死这个字 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OK 神让你 神这么大的难 都没有把你生命夺走 你要自己去自杀 你傻呀 是 那我这没这样想 耶 你不要 你现在是跟魔鬼在战争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想死 因为你 人单是孤 你是一个人 是的 人战胜不了魔鬼 人一定要与神同行 才可以战胜魔鬼 OK 你承受不了东西 交托出去 学会交托 承受不了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事 你把它交给上帝了 分享给你了 今天 不好意思 交给上帝了 谢谢 然后你做到 明白了 你最好的 你今天做的就非常好 这次财政法非常出面 你把真相说出来了 是的 然后你做到这个 就是最好的 是的 那接下来每天都 实际上 我想把这些事情 也说给 律师 其他的律师 他 他email告诉我 你不可以建陪审团 他告诉我 他就这意思 你就拿三万九 拿五万 你就走人 就行了 可是 比如说给五万 他拿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 那我到我这 还是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 我回中国折腾一趟 可能也就没了 并不是每个人 我经历过的事情 医生 百分 很多 就是绝大多数都是好的 护士也绝大多数好的 是的 但是这里头一定有黑暗时 对了 他不完全是什么的 对了 所以他是一个 属灵的战争 永远是 有好人有坏人 是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我说我咋这么倒霉呢 你说 他认这个警察不好 让车创了 这警察报告错了 然后律师呢 还不为我说话 我跟他要求去见警察 他也不去 什么都不为我做 哎 我说拿钱 哎 他挺快 那天你为啥 你看真正 我妈 太好了 好久不見